大家好 那么在抗衰老的科学领域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Steve Horvath的假计划时钟 这个假计划时钟 它可以知道 通过这个假计划时钟 可以知道你的生物年龄 它是比那个端粒还要更加准确 大家知道 那个端粒就是细胞里面的 染色体的末端 它的这个长度 它的长度越长 它这个长度 它会随着你的这个年龄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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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 所以通过检测它的长度 可以知道这个生物 它老化的程度 这个假计划时钟呢 它是比这个端粒还要能够更加的准确 可以判断知道一个生物 它老化的程度 也就是可以知道它真正的生物上面的年龄 有的人 他比如说今年 身份证上的这个出生年月 算下来应该是四十岁 但是这个人可能看上去像五十岁六十岁 那这种人就老得快 那么他的生物年龄 那可能就是五十岁六十岁 那么相反 如果一个人四十岁 实际年龄四十岁 外表来判断的不准确 那么你要有个精确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通过这个测量 这个生物体里面的一个就是测量端粒 一个就是测量这个甲基化的年龄 那么甲基化年龄要比这个端粒呢 它更加准确 这个甲基化始终 它是通过检测 那个附着在人的这个DNA上面的 这个甲基化的这个模式 甲基化呢 它就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分子 它是附着在你的DNA上面的 那么通过检测这个甲基化的模式 那然后它跟着根据人的这个年龄的长大呢 它这个模式会发生变化 它然后通过一种数学的一种统计的方法 那么找到这种模式变化的规律 那么反过来 你给了我某一个甲基化的这个数据之后 我也可以反推出它的这个年龄 那么根据研究和实验 那么这种反推出来的年龄 是相当的准确的 它的这种甲基化的模式 在DNA上面的甲基化模式 它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长大 而是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变化 它就好像是一个时钟在那里 只要你的年龄在长 它的这个钟就是不停的走 不停的走 不停的走 就好像身体里面的一个时钟 它精确地记录着你这个生物的生物年龄 这个生物年龄呢 它这个不光是人类 几乎呢 在这个所有的这种哺乳动物身上 它都可以来测量和推断出 它的这个哺乳动物的这个年龄 通过你的血液 那比如说抽一滴血 通过你的血液抽血化验 去检测血液里面的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DNA上面的这个甲基化的这个模式 就可以推断出你的生物的老化的程度 你这个衰老的程度 不光光是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你的这个老化的程度 你有多老 你衰老的程度 因为这个衰老的程度 它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40岁 有的人看上去像30岁 有的人看上去像50岁 那么这个30岁还是50岁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DNA的甲基化来准确地进行判定 判定你这个人的老化的程度 它也可以给出一个生物的年龄 那不光光是推断出你的这个老化程度 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出 你这个人如果因为这个自然的原因而死亡的死亡时间 就可以推断出你大概的死亡时间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 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话 你大概还能活多少年 所以我们的这个实际年龄 跟我们的生物年龄是不一样的 生物年龄是你这个人老化的程度 有的人老得快 有的人老得慢 就是通过生物年龄来判定 那你的这个实际年龄呢 就是你这个身份证上的年龄呢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速度会增长的 它是不变的 但是人的老化的年龄会变的 有的时候你保养的好 你老化的就慢一点 有的时候你保养的不好 做了一些危害健康的事情 比如过度的劳累啊 压力太大呀 抽烟啊 喝酒啊 或者各等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都会加速你的老化 就会让你这个生物年龄老得更加快一点 然后这个真正重要的啊 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你这个生物年龄啊 是可以改变的啊 不光是它可以越变越大越变越大 它也可以越变越小啊 如果你根据通过一些适当的手段 作用于某个生物体 比如说在做实验当中 对这个老鼠啊 给这个老鼠给它一些药物啊 可以让它的生物年龄不是越来越老 而可以让它反过来 让它变得年轻啊 这个就是这个抗衰老未来所要突破的 话就可以通过这种假计划的年龄来判断 你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让人变年轻 可以通过假计划来测量它的生物年龄 啊 你这个保健品 你这个抗衰老的方法有没有用 有没有效 不是嘴巴这样讲的 不是凭感觉的 要通过这个假计划年龄来测出来 你使用之前测一个年龄 使用之后再测一个年龄 如果变小了 这说明你这个抗衰老的方法有效 如果是正常的或者变得更老了 那就说明没什么效果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那么现在这个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成本 这个假计划测生物年龄的成本 现在还比较高 目前呢 这个测量假计划生物年龄的成本 一个人大概是要300美元左右 这个是根据mydnh这个网站上的数据来的 这个mydnh是在美国的一家公司 他可以测这个人的假计划生物年龄 他可以测这个人的假计划生物年龄 这个成本呢大概只要5到10美元 就是测测一个人的假计划年龄成本 只要5到10美元 那就是就变得非常的便宜了 那这样的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使得这个假计划测年龄的方法呢 更加广大的为人们所接受 更多的人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测自己的假计划年龄 然后在他们进行抗衰老之前和抗衰老之后 都可以测一下 这样就可以知道你这个抗衰老有效还是没效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骗人的还是怎么样 有没有用 那将可以使得数百万 数千万的人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假计划测年龄 这么多的数百万 数千万的人都可以测了这个假计划年龄之后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可以同时去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你现在测一个年龄 12个月以后你再测一次年龄 然后在这12个月当中 你是做了些什么事情都可以记录下来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运动的踢足球的 有的人喜欢吃披萨饼的 天天吃披萨饼 有的人喜欢吃鱼的 有的人喜欢吃肉的 有的人喜欢睡懒觉的 有的人抽烟的 有的人喝红酒的 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全都记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 然后就因为有了这个样的大数据之后就可以看 是哪些生活习惯和生活的行为导致了这个人 最后年龄变得年轻 是哪些生活习惯导致了这个人 他的生物年龄变得衰老的更快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有一个大数据进行统计之后就可以很直观的知道哪些行为是导致健康的导致年轻 哪些行为是导致更加的衰老 不仅仅是生活习惯 你的年龄还是正常的增长的 那就说明这个保健品无效 是没有用的 是批评人的 所以呢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荷巴斯的这个甲基化生物时钟这个工具之后呢 我们整个抗衰老的这个圈子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就可以马上就知道啊 过去一直推崇的某某某某某产品啊原来是无效的 或者某某某某某产品啊原来效果很好 最后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了啊 好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工具啊 这样的方法能够尽早的让广大的我们这些抗衰老的爱好者能够用起来 好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好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好 再见 谢谢